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见到标题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要去美丽酒店staycation 今次是为了庆祝我老公的生日 2月是我的生日和情人节 而3月是我老公的生日 所以每年的2-3月就很忙 之前在网上人说过美丽酒店的服务态度不太好 所以在预订的时候我都想了很久 但因为我是用信用卡的积分换的 所以就尽管试一试吧 我今次订的房型就是N2 Granted 官网标明的房价大约是$2700一晚 就没有包任何早餐或夜食了 酒店的Lobby虽然不是很大 但落地玻璃的设计令这里的彩光度很高 空间感十足 酒店设计的主色调是金色 但感觉又不会很奢华和老土 反而很有格调也很时尚 而简单的摆设也令酒店增添了艺术气色 酒店酒廊用了黑色和灰色 设计上就比较型格 而这个也令我想起我在杜拜住的一家五星級酒店 它的酒廊设计都跟这里差不多 一进房门 右手边就会看到一个入场式的智能电视 可以看YouTube和Netflix 酒店自己都有收费的电影给客人观看 这个N2Granted的房型虽然它不是套房 但它都会有个梳化和桌 营造到好像有个客厅 而外面就是城市景 可以看到汇丰大厦 来看看mini bar 桌上就放了两本关于service menu Lespresso的咖啡机 我发觉五星级酒店或者比较高级的房型 通常都会有咖啡机 两年前结婚的时候 就设计了Carrie Hotel的行政海景套房 里面都有咖啡机 下面是一个小雪柜 有汽水和酒 而旁边就放了一些杯具和即涌茶包 不同尺寸的酒杯 有很多款不同的烈酒 几款零食 最后就是冰桶和热水壶 mini bar旁边就是办公桌 没有什么特别的 大衣柜就放在床的左边 裏面就放了浴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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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面就放了洗衣袋 鞋擦 擦鞋布 和鞋油 还有即席的拖鞋 整间房最漂亮一定是这个洗手间 透明玻璃的設計 再配上金色的用具和雲石面 真的超級漂亮 我在Instagram已經看到很多人拍照 洗手間提供了充足的洗澡用品 例如牙膏牙刷、梳、指甲鉗 連去角質的絲瓜刷都有 這個是墨爾本品牌Grown Alchemist的肥皂 也是Grown Alchemist的Lotion 洗手盤下面放了毛巾和吹風機 地下還有一個磅 真的非常漂亮的浴室 如果我家的浴室有這樣的設計就好了 Grown Alchemist的洗頭水 烏花素 和沐浴露 圓形設計的浴缸 廁所的位置有少少隱蔽 官網說這個是日本一個品牌叫TOTO的多功能座便器 即是日本酒店經常見到會幫我們洗屁股的廁所 現在已經是下午4點多 我們還未吃東西 所以現在就會去吃午餐 話說我們今晚晚上訂了海鮮的外賣 剛才我們打算離開酒店的時候 外賣還未送到 所以我們就跟Front Desk的職員說一聲 說等一會我們有外賣送來 可不可以請Front Desk代收呢 收到之後如果可以的話就麻煩送去房間 然後Front Desk的姐姐好像聽不明白 以為我們訂了酒店的食物 當我跟她解釋的時候 她就好像有點不耐煩 這個是不是網上說這間酒店的服務態度不好的原因呢 因為老公好喜歡吃Burger 所以就帶她來這間網上幾多好評的漢堡包店 店面都幾小的 我覺得價錢是合理 我跟老公同樣叫做Cheese Burger 還叫做芝士薯條 牛肉是很厚的 生熟程度也是剛剛好 而且肉汁很多 超好吃 薯條配這個花生醬都幾好吃 吃完Burger之後呢 我們打算四處逛逛逛 一這裏感覺都很多小店 這間西裝店呢 它紅磚的設計呢 令我想起了日本神戶 北野宜人館裏面的那些店 原來香港也有Blue Bottle Coffee的分點 原來香港也有Blue Bottle Coffee的分點 今天就有了 吃完蛋 看看 這個小店 很像是很大 一條小店 人們都不在做 每一個小店 都沒有在唇淡 哈港真的很厉害 雖然地方很小 但一直走過來 你可以看到三種截然不同風格的城市景觀 回到酒店房發現酒店送了生日蛋糕給我們 還幫我們在冰桶裡放了冰 他們還幫我們在床的兩邊放了拖鞋 其實他們的服務也算不錯 除了剛剛在Danki買的食物之外 其他都是我們另外訂的海鮮和刺身 在咖啡圓後 可以在花紋裡誤化 在餐豆裡 打開廣树 然後把墨圓放大 撈圓 打開來 被遣摸 我老公說他吃不下蛋糕了 就唯有我一個人吃光它 幸好這個蛋糕也不是太大 而朱古力的味道也是不錯的 只要按一下這個按鈕 玉色的玻璃就會變成磨砂 是時候要好好享受沐浴時間 大家早安 現在來試一下Lespresso的咖啡機 總共有三個口味 第一款的口感是風口而均勻 帶有陣陣的木香 第二款是低咖啡因咖啡 口感濃郁和帶有果香 對比強烈 第三款是Voleto 口感是有一點甜餅乾和水果的香氣 那我就決定試第一款了 其實我以前也有想過買Lespresso的咖啡機 但我自己計過了 買咖啡粉好像比買膠囊更便宜 所以最後我買了Dilonghi的半自動咖啡機 其實我覺得美麗酒店的硬件是非常之好的 首先酒店的房間和設備都非常之新鮮 你可以見到洗手間的用具 一些金屬的部分 它是新鮮到好像鏡一樣 可以反射你的樣子出來 然後設計又好時尚和格調 周圍都是打卡拍照位 而服務態度方面 除了front desk的職員之外 其他職員的態度都OK的 Room Service方面 還會幫我們擺好拖鞋 牙膏牙刷 以及準備冰桶 這個是令我非常之驚喜 但酒店的餐飲方面 我因為沒有叫到食物 所以我是評價不到 而在香港我都沒有去過一些差不多level的酒店 所以我是沒有辦法做一個好客觀的評價 那服務態度可能真的有待改善 但同時我覺得它就不是網上講到那麼差 距離check out還有一點時間 當然要把握機會去打卡拍照 首先就去美利酒店很多人打卡的隧道位先 其實這裏是給車去停車場的一條隧道來的 而這個援拱門的背景都很適合拍照 這條天橋拍照也是很漂亮的 在instagram就很輕易找到一大堆很漂亮的照片 check out之後我就已經預訂了一間日式燒肉的餐廳吃放題 因為我老公非常喜歡吃日本料理 就是這間上川牧場 它的賣點就是有日本鹿兒島和牛 薩摩牛 我們點了最貴的薩摩牛享宴套餐 今天是星期日 下周的價錢是每位588元再加一 座位上面有最基本的燒肉醬料和調味 這裏是用ipad點餐 餐單上面就有不同部位的薩摩牛 然後再下一個級數就是澳洲和牛和美國和牛 特別和限定的肉品 五花肉和牛舌等等 還有豚肉 雞肉和羊肉 海鮮 野菜 一品料理 沙律 冷盤 湯品 壽司 最後就是甜品 食物都會從書送帶送過來的 只有薩摩牛才會有張小字條 標示部位和名字 薩摩牛一看就知道是非常高級的牛肉 它們的雪花分佈很平均 而且非常密集 吃起來一定滿口油脂 這個是叫做極品嫩堅牛配松露醬 挺好吃的 另外我們還叫了澳洲和牛 想試一下和薩摩牛的分別 就這樣看外觀的話 澳洲和牛的色澤和油脂分佈好像沒有薩摩牛那麼漂亮 馬上來吃一下 吃起來 吃下去薩摩牛和澳洲和牛是真的有差別的 薩摩牛是非常之嫩滑 真是入口即溶 而且牛味都比較濃 澳洲牛肉其實也不錯的 但口感上就沒有薩摩牛那麼嫩滑 而牛味都沒有那麼突出 很喜歡吃這個薩摩牛糊漬 配上醬汁葉製好惹味 我們不斷按摩薩摩牛 而薩摩牛裡面牛五番是最好吃的 飲品方面 座位外面有自助咖啡機和汽水機 選擇不太多 但也足夠的 如果大家對薩摩牛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來這裡試一下